病毒 無影無蹤 人類 方不勝防 東方之珠香港 黯然失色 人類 方不勝負 人類 方不勝負 因為護老院那邊就比較緊張 因為他們買不到古罩 買不到測試劑 所以第一時間要做 其實首先我們就動用了 分會一些 原先有儲存起來的物資 例如有口罩 手套 保護衣 這些水門 但這次其實最需求 就是快速檢查劑 這些檢查劑 從賣幾十元 就炒到賣百多元 但都賣不到 不受控的疫情 挑戰著應變的能力 第一 去初期 農曆新年之後 物資不是那麼充足 有些機構 它要求的 我們未必能給它 它要求的數量 尤其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就是說怎麼去送 大家都緊張 怎麼送呢 後來就提出來 就用樹地 可是樹地其實也是 有些疫區呢 他們也把我們停掉了 短短十天 每日確診人數 由千爬升到萬 醫療資源負荷沉重 動態清零 望塵莫及 那後來怎麼辦呢 後來就有兩位 志工他們 就自己把 要送的物資 因為是測試劑 跟本早義 就直接送到他們 樹地的那個站 他幫忙 他幫忙 直接在廠商那裡訂貨 那那個訂貨呢 就是又快了 價錢又合理了 那就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就運送給香港了 確診人數累積打百萬 每四人就有一人染疫 六十歲長者 死亡率全球第一 我一直去想 怎樣去找子工呢 我自己都幾煩惱 因為我自己都開不到口 問誰可以 就是問他們可不可以回來 那首一個呢 就是我們陳月貞師姐 他七十幾歲了 那他第一個就問 他說我不怕的 我可以回來 那另外呢 就是安妮師姐 安妮師姐呢 其實他本身呢 除了年紀不是很輕之外 他本身是一個長期病患 他本身呢 有一個孝痠病 要出門他就會掛我叫 你又要出門 我就跟他講 沒辦法我要去慈濟 我有事做 沒事我不會出去 都不是勇敢的 那其實就是意思 其實我覺得 能夠有能力去付出 就盡量趁自己 還可以做到的時間 我們就去做 不要不能夠躲起來 擔不擔心嗎 不擔心 不擔心 照顧得很好啊 關懷18家老人月社 走訪69家弱勢機構 龍屋 湯房 岸巷 發放一萬五千多戶 多謝多謝 真的多謝你們過來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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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設點也愛家愛戶 先爸爸把東西在這裡 拿出來拿 OK 拜拜 送上口罩 酒精 測試劑 必要的防疫物資 還有民生糧食 足夠一日三餐 超市港幣300元現金券 更是雪中送炭 生肥媽媽就是我 當然了 你這麼有誠意過來了 當然是給你了 謝謝 不是的 家庭用什麼都好 最實際的 對 是嗎 因為你是超市買東西 有時候小朋友 喜歡吃什麼 你會買什麼 因為我家裡沒有什麼食物 所以買些食物補充一下 可以買 幫明明買療品那些 以城市為家的街友 防疫管制 廣場驅離 飄蕩的人生在天變數 一定要給你拿錢 300元就是 算是這樣 沒話說 你WhatsApp給我 今天很開心 今天真的進來 見到你們在這裡 我開心到那種心情 是難以形容的 4月染疫高峰過後 限制令逐步放寬 但如常 亦非往常 你可能會做化了 的薄草或復活 環境障礙 很難看見 湘江已經精疲力盡 要回到過往的繁華與美麗 需要更多的愛相伴前行